HELLO 大家好,我是尾哥,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火影门者激风赛 我们的赛这个碎片,可以讲荒片可以对方那个碎片,英雄碎片 现在有100多,可以对方那个敬巴里的,我们去选择对手出挑战 然后我们战斗力又要挑一些比我们低的,这样我们才会升级 好像2万,应该是20几万吧,就是三个人合起来的战斗力 然后挑了一个20万的,对方是41几,对方等级可能是升得很快 但是战斗力好像没有我高,我现在是不打经验那个的 它是有三个,一个经验,还有一个升旺,还有一个金钱 我这样就打升旺和金钱,其他就不打,几下就解决的地方完胜 这里可以得到奖励,得到金铜币,我们再看一眼,可以再挑战一次 我们继续挑战,战斗力不是很强的,我们挑选一下,然后 他的打架战斗是自动的,都不用控制 然后这三个忍者就互相对打,六个忍者 每方三个,这都是他们自动打的,都没控制 那就是对方的名人开大招了,我放着卓柱直接把这招路完先解决掉 他都自己打了,名人这么快又换了一个大招 就是让我换路完的大招直接全部解决了 来 我升级了 其实我昨天应该是已经升到这个级了 叫什么级 竹青一级 来 我们继续挑战看一下 在这有19万的 我们挑战19万 都是41级 都比我高一级 但是战斗力还差我好多 差我3万多 这个几分赛是每天都玩一下 每天要玩的像那个小弟突袭 几分赛 还有一些分楼就是挑战赠钱 还有升万的那个地方 还有生存模式啊 还有修行之道啊 这些都可以每天玩一下 因为它都是有奖励的 特别是只要打三次 差不多就是打三次吧 打三次差不多就扣了 我们刚才是打了 已经打了三次了 第三次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 第四次应该 第四次 已经找不到比我们等级低的了 我们就不玩了 等一点 我们看那个 战报 打开战报 其实也有人会找你挑战的 这个找我们挑战的 我失败的都是二十几万 二十三万 二十六万的 他们是找我挑战的 所以说这个既然找分数低的 然后我们去挑战它 这样子就可以表战升级 输的话会降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现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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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